每个人都觉得跟有关系 但是又说不清楚 就这种感觉 我就特别想理解这种东西 我可以从这儿看 哎呀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您忙 他本来是一个学计算机的人 然后慢慢去金融学 金融学又回到去历史的研究 人类学的研究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 或者一个学者给我 你现在你在这些节目 做得怎么样了 还凑了吧 觉得就是我妈害了我 很小时候那时候 买菜的钱 我妈你说这钱 你脏的比较碰的 你前一时就觉得 钱是不太干净的一件事情 这谈钱对我说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文化人不愿意谈钱 但实际上的话 因为真实的人要吃饭 从金融的角度来理解 很多的这个中国历史时期的那些发生的事 可以带来更真实的发现 我觉得他身上折射的时代变迁很重 陈兰尔他们一代人的经济力量 是一个他们获得解放的很重要的一个人权 看大陆到我们这代人 第一年仍然是对着个人有解放 但同时经济力量 本身有他的压迫 然后在下一代 一个现在的年轻人 在面对一个衰退世界的感觉 对 因为之前是都在一个扩张的时代 我觉得如果在一个衰退的时代 你是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大概一个月以前 是美国股市最低股的时候 哇 我的财富缩水了那么多 这个算你比如说这么多年 遇到的最大的一场危机吗 你感觉到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新冠病毒 在给我们带来损失的同时 也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多挖掘自己 我到底是谁 我在乎的是什么 那也许从长远来说 反而是对人类社会是更健康的事 好漂亮 对 您站在香港说 有特别有意思 就是孙正山开始革命的地方 又是中国近代金融开始的地方 对 孙正山是香港大学的 是啊 香港大最早学生 对 这还有 来 您请 这两年在这真的在这工作了 然后置身于这个香港 这么一个金融跟历史结合的 卢皮斯紧密的一个城市 您觉得这个地方的理解 跟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很难忘记自己的职业的习惯 因为特别是又去了澳门以后 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 一个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 让我们去看到 就为什么人类社会 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 我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文化是什么 包括这种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后的地理文化性也好 您觉得这种不同的系统 对金钱的这种不同的特性的 这种改造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方面的经济史 料化历史研究很多 就是对比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社会跟新教社会的差别 然后重点去挖掘出来 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最发达的那些社会 以新教社会为主 当然那个里面解释很多 其中一个解释的话 是跟这个借贷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证据明显的告诉我们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在今天的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 到埃及那一个所谓的新月沃土的那一带 当初那个头片 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 都是一些借贷 谁欠谁多少 对那个钱的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就说明五千年以前 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借贷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从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个公元十六十七世纪 那个金融的发展就基本上停顿了 四千五百年左右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写下的 这个不同的关于人世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相处 尤其是旧约全书里面的生命纪呢 有几段的就谈到了关于借贷的问题 就如果你把钱借给朋友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如果你把钱借给 strangels 借给陌生人 那么你就是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后来基督教这个解释呢就是 讲到的这个 这个strangels 陌生人指的是敌人 也就是说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 可以收利息的 给所有其他的人做放贷 做金融交易 用钱赚钱的话 这是绝对是禁止的 人类社会发明了货币 货币它只是一个没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没有生命利益的 一种支付工具 然后用钱拿去再去生钱赚钱的话 这等于让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怀孕 生小孩一样的不自然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钱赚钱的话 那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自然次序的这种安排 所以呢 所有的利息都必须的禁止 嗯 一直到这个十六世纪中期 加文对这个生命纪的这一段话 重新做解释之前 在天主教社会里面是不可以啊 做有戏放贷的 因为天主教是这个强调这个境遇 强调这个自己 抑制自己 跟儒家很类似的强调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排斥人力资本的那个投资和积累 然后呢更不能够容忍这个 个人权利的伸张和有太多的对于个人自由的那种追求 但是呢十六世纪的这个新教改革是一个根本的转特点 马丁路德就是呼吁大家不要让罗马教庭罗马教皇告诉你上帝是说什么这个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你自己去读圣经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然后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核心的就是对于个人解放个人的权利啊这个自我决策的空间自己的掌握自己的身命运的空间了啊那这些差别呢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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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嗯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澳门嗯当我们去澳门和香港旅游的时候那个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背后的那个历史的这个故事对您说这点是西方的转变所以您觉得中国是在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过所以为什么我我我我这些年有有的文章里面会会谈到这方面的啊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商业的证明 金融用钱赚钱的证明啊到目前为止严格说还没有嗯进行过没有做这种观念上的改革伦理上的改革的话那个阻力还是有在文化上还是会有的那即使说在过去的比如40年那个改革期间其实商业人物已经成为明星嘛成为一个全民明星而且所有人都想成为那样的商业成功人物其实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这种基本观念还是没有真正改变是吗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嗯在在我关注的历史更长那个时段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的话这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嗯所以短短的四十年里面哎可以理解的一点呢就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嗯思考这些哲学层面的嗯伦理层面的 道德层面的那些话题嗯先做了再说啊就好像那个nike的那个广告就是这个过去的四十年不管你是黑猫白猫抓的老鼠就是好猫嗯就是那个精神就是just do it嗯做了再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关于赚钱的伦理这个金融的道德基础这些问题没解决的话到最后你赚的钱可以有几百亿几千亿你可能还是没有安全 四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也是时候了不不只是just do it 包括您怎么看比如中国人这种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一方面看起来其实您您说在价值上伦理上甚至我们在私下谈话里都没有真正的这个justify这个金钱的价值或者说你老觉得应该给他附加某种道德的价值这个金钱才会成立一方面是这样的一种对金钱的一种有点 修修修切切的这种感觉但另一方面那金钱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每个细节里面这就是儒家文化的虚伪的地方但这个里面的话我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啊中国学术传统嗯跟西方学术传统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差别嗯就中国人对于这个追究这个礼啊嗯这个跟不太感兴趣不太感兴趣嗯而西方西方学术了 我先不管你别的嗯我要把你这个跟这个真实的这个这个啊最真实的这个最核心的基础性的问题先要搞清楚嗯然后再谈别的嗯比如说现代社会的财富到底是什么嗯 嗯嗯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嗯嗯 现代社会的财富都是金融化的财富嗯传统的人会觉得只要我有房子有这些土地我什么都不怕好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又搬不走的这些就是我的财富好但是现代人你感觉到你自己到底多有钱了 啊不是因为你有多少房子有多少某土地而是折算成美元折算成港币人民币你有多少财富也就是说金融化以后的这个数字有多大来决定你到底自己该感觉到你有多富的哈这个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人为的一个数字的嗯这个数字可以很高但是发生什么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其他的一夜之间或者几个月里面完全可以 从亿万富豪变得什么钱都没有的天下没有永恒的财富嗯就说是个人类经济货币化了以后就不再有永恒的财富嗯我们也就会进入永恒的不确定感中因为永远那个数字在变化在剧烈的波动嗯这个我不完全嗯认同啊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发展的目的是为是 嗯我们经济发展呢就是为了满足这个十几亿不同的人非常个性化的个体和他的个性化的这个偏好吧是吧发展最终的目的就是给给人们提供自由选择让他们的自由选择能够更好的实现嗯那么反过来你的财富你的油的东西哈 嗯嗯有包括嗯内在的身外的身外的东西不属于你的嗯内在的才是你的真正安全的是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和激情啊其实都是可以烟消云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先要搞清楚我是不是在追求我最有激情嗯也最有感觉这个事业这个工作这个事情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嗯你不用担心后果是什么样子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顺其自然的嗯让你做的比别人更好嗯而且你这样的话才可以把你做的比别人更好的概率嗯打到最高如果我再回到我二十岁的时候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嗯我会更加这个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嗯这个是第一位的追求自己的兴趣就不管别人喜欢什么 偏好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像您这么多年你的世界是越来越大主旋力是越来越扩张越来多可能性的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些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第一次看到人生中那个比如经济的增长是没那么快的甚至是生活水平没有这么继续提高甚至一切都看起来好像苏更封闭了更难以把握了难以难以控制了那你怎么看他们呢他们应该怎么想呢这个胡适就讲到了好别人都跟你讲 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你要忘记自己你要忘我嗯我要跟你说嗯你先要为自己嗯你甚至有的时候像义不生的样子把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人都忘记了嗯这个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怎么怎么理解这个这个东西那个书本华讲人生的很多的苦恼是因为我们人呢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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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记忆能力就让我们对未来形成很多的预期但是形成预期首先我要更真切的这个理解人类历史大趋势到底是什么 在17年12月有18位这个考古学者在那个Nature这个自然啊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 在18位考古学者呢就想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人类呃放弃原始生活方式一览的一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人类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越来越扁平了越来越缩小了还是越来越扩大了好 当然很遗憾的就是啊这18位考古学者的那个考古证据啊的研究发现呢每次技术进步 都导致了这个财富差距的恶化嗯 以新技术发明出现了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学这些新技术 而另外一些人呢即使学了也不能够把这个新技术带来的潜力啊挖掘出来嗯就越 越往前走就越使得人类100个人里面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的人 越来越是一个很小比例的人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更悲观的哈就是过去历史上 有没什么办法啊人类的那个财富差距啊这个是可以下滑的下降的 嗯也有了大规模的那个群体暴力嗯就战争吗战争 1914年之前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收入差距达到人类社会的顶峰啊哈是因为工业革命和 第一轮的这个全球化嗯然后一战发生了嗯但是呢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1929年的这个金融危机把民怨和人们的那个方方面的不满给释放出来了以后啊哈 同时呢又把那个民粹主义反移民反外国人排外的那些情绪啊都也调动出来了嗯就为这个1937年的那个 这个二战的那个那个这个发动了嗯又垫立了那个基础了然后1980年就新一轮的基础革命 再加上新一轮的那个全球化也是在1980年左右开始的80年到08年那个财富差距不断的积累收入差距不断的积累 然后08年09年金融危机 嗯09年之后的那个民粹主义政治在各个国家都抬头 嗯迫使这些政客都去选择贸易保护主义 呃这个发动贸易战嗯 排外反移民呢嗯 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跟3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和欧洲的经历也是一样的 至于说这一次是不是会重复 上一次的那个第四个阶段就是战争啊 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概率比较高的这个战争呢 更多的是冷战嗯 在一些看不见的没有硝烟的领域来进行竞争 对抗 角量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 普通人 除非你是从娘肚子出生就带来了很高的天赋 你差不多唯一的出路啊 就是读读书 嗯 对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您对这种大的逻辑感兴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包括树立模型这些东西 然后转身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上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 就是这种 我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跑几十公里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嗯 这就是经济学 这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这个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人的行为的核心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 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啊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因为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 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就是按照生产力是唯一的判断进步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是停滞的 几千年都是停止的 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呢 实际上原来不止是这样 人类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的努力的都是围绕的一个方面 就围绕着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让我们呢 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这个产出的这个背景之下呀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啊 可以更高 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呢 这是人类啊 这个文明化的进程中间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创新 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的 由这个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你说这样一个进程 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怎么没出现过吧 你看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 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 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 顺个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靠这个孔家店 我们讲的养子房老 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 我们一起要分摊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小孩上学把你管理 红白喜事 就是儒家文化支持建立的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好的安身立命的这个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靠族人提供那个帮助 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就这因为那个孔家店给我们中国人一直是提供那个安身立命的保障 就让我们就不愿意去对于这个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 就这样一来的话让那个儒家文化对我们面对的没有个人没有权利的这个体系啊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原来的话做计划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生到摇篮 很多的人呢可以靠这个国家 后来的话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裸了 又让我们中国人又留念 留念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所以这个这个混搬这个搅拷在一起以后呢 到最后的话没这个外部冲击力发生的时候 这个死局啊是走不出很难走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个二十世纪的动荡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了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可以是吗 可以是怎么回事 是要调调思想头 对你日常生活的改变很大吗 还好吧 在香港那个 基本上 那个外出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算你 比如说这么多年遇到的 最大的一场危机吗 您感觉到 算吗 其实总的来讲 比大多数的人更加那个乐观一些 我一直是认为 如果说大家都非常悲观了 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那这就意味着大家都愿意接受一些牺牲 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开始 我就觉得从美联储做出的反应 从美国政府到欧洲的这些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反应都明显的表明 大家都要都愿意去往极端的方向去采取一些措施 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恢复了很多 不过话一说回来 这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本来在人类历史上 大规模的瘟疫是主要的降低贫富差距的一种力量 过去两千来年 以这种方式 每隔一段时间就把人类社会的财富分配 又重新调整一下 又走回到一个更低的水平 但是这一次新冠病毒 让我的话明显的感觉到比较强的一点 就是有了现代政府 什么时候只要有挑战都去干预 对经济做干预 对于大自然做干预 加上又有央行通过货币政策 不断地以这种方式 那种方式去做干预 以后把原来人类历史上 以这种自然的调整的过程 去重新配置财富和收入 在社会中不同群体中间的分配 把这个规律又给打破了 危机以后还是最终 还是富人更富了 穷人继续在社会底层 所以您觉得这场新冠危机 它不会对既有的经济模式 带来特别的影响 反而是加固了以前的经济模式 是不是 是的 比如这段年轻人很多人普遍会觉得 自己是某种意义上金钱的奴隶 比如说一个月的房租 占掉整个的收入的50% 比如在北京是很常见的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那种胶着感 对他们对待人身上特别强 是不是已经造成一种更扭曲化的货币化倾向 比如这些货币不应该进入 比如说情感里面 或者说日常生活之中 有一部分是应该更注重别的关系的 但它反而被货币给扭曲了 这个里面呢我就觉得第一的必须的我们要认识到 那个货币化它是一个结果 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化发展 法制化发展 这个人文主义和那个内心世界的内涵的 不断的生活发展的一个结果 因为在我看来的话 工章也好介绍性也好 粮票也好 实际上都是对于这个货币的一个替代品 它是跟你的身份 跟那个你的那个出生 社会地位是划等号的 我们今天你想一想 你的一百块钱跟李嘉诚的 跟马花屯的一百块钱也是一样的 不会说你是普通老百姓 他是马花屯 所以他的一百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可以比你的一百块钱买到的东西 可以多一些 当然我要说回来 正因为现在中国社会 还不是那么完全货币化 所以我知道实际中 马花屯的一百块钱 比你可以买到的东西 得到的待遇 会要更好一些 更多一些 我知道在国内会有一个错觉 或者说有一个不完整的理解 就是把货币化的给我们个人 想要去追求爱情 追求情感世界 换成是小矛盾的 那如果说爱情也被货币化 那这个是不是 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 不被货币化的 是不是太冷冰冰了 太物质化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觉 真正的货币化的社会 它是基于个人 可以完全的几乎接近 绝对的自由选择的 那个社会 因为在那种社会里面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货币化了 但是我照样 可以有权利选择 我去追求我 最在乎的东西 非货币的东西 谢谢